我们接下来要来看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子 我们前面所讲的所应用的都是法拉第定律的微分式 我们现在要看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 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 法拉第定律我们从它最原始的来看 法拉第定律是这样子的 法拉第定律 那现在EMF呢 EMF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导线里面一定会有EN EN.DS 我们就把它画个圈圈好了 不一定要从B到A 因为你一段的导线 就算你有一个回路 一个回路的话 你这个地方电动式 B到A 本来B到A EN的限积分就是EMF 我现在把整段都考虑进去 可以啊 因为你这一段有EN 这一段没有EN 这一段的EN.DS是零 我只是这一段加上零而已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写成EN 也可以把它写成这个式子啊 总电厂 总电厂 DOT DS 的Closed Path 为什么呢 因为总电厂就是EN加上E1 非静电厂的限积分 加上 静电厂的Closed Path 静电厂封闭路径的积分 等于零 对不对 因为VA-VB是这个积分 你这个Closed Path 就是VB等于VA 以前就是零 所以你就等于 这个 加上一个零而已 对不对 那等于没有加 就是这个 所以呢 这一边的电动式 我们可以写成这种形状 这是 非静电厂 这个是 总电厂 那我们知道 通常我们 静电厂求出来一定是零 那只有 只有这个非静电厂 才不是零 好 那现在我们看它的右边 右边 负的 d5 d5 over dt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负的 d over dt 5 我们已经用了好多次了 它等于b乘上da 就等于这个封闭路径 所围成的这个面 里面的磁通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你可以把 像这个式子就是说 我磁场 先对空间积分 然后再对时间 为一分 可见的这个磁场啊 它不是均匀磁场 也就是说 它跟空间有关 有的地方 磁场大 有的地方小 所以跟空间的分布 不是均匀的 然后它又跟时间有关 每一时每一刻的磁场 可能都不一样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这么写 也可以写成这样子啊 我可以先对磁场来为分 对磁场为分的话 我们就要写成偏为分 因为它是空间的函数 又是时间的函数 它单单对空间为分 就要用偏为分 DotDA 于是 我们把这两边合并 两边合并 我们就得所谓的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 合并 我们就写 左边是电场的封闭路径积分 要等于 磁通的时间变化率 那就是等于 Parsure B Over Parture D Dot DA 这个积分跟这个积分呢 有一个密切有关系的地方就是 这个是对某一个 Closed Path 这是代表路径 来积分 那这个就是这个路径所包含的这个面 我随便画一个面 我随便画一个路径 这个 这个就是C 这个面所包的这个 这个路径所包的面 就是S面 有这个关系 不是说我这里一个C 别的地方找一个S 不是这样子 这两个有这样的密切的关系 这就是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 我这个说明的 我把它查掉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好 好 我们现在说这个是 这个式子可以用作什么 这两边都是电动式 这个也是电动式 这个也是电动式 那这两边可以求什么 就说你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物理意义说 磁场随时间改变的时候 在它的周围会产生电场 这个电场绝对不是静电场 因为它close the path integral 不等于零的话绝对不是静电场 那就是非静电场 非静电场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磁场随时间改变会产生电场 以前我们是说空间有电荷堆积的话会产生电场 那个电场我们称它叫做静电场 现在这里是说如果空间的磁场随时间改变 在改变中 那么这个磁场的周围会产生电场 我现在用一个立体来说明 我们把立体拿来说明 这样可以省一点时间 我们来做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立体 假定我在这个空间 有一个圆形的区域 一个圆形的区域 它的半径是R 好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有磁场分布 有磁场分布 好在这个空间的磁场 B 在这个范围里面 它的空间分布是均匀的 外面就没有了 这里头有 但是这个磁场啊 随时间在改变 随时间改变 我们现在假定 这个D B over DT 是等于负的 0.5个Tesla 就是说它每一秒钟啊 磁场要变弱 0.5个Tesla 减少 现在要求 要求 这个里头 跟这个范围里面 跟外面 所产生的 电场 因为 萨拉迪地律告诉我们 磁场改变 会产生电场啊 那磁场改变 有电场 要求空间 任何一点的电场 好那怎么求啊 那你就 现在要考虑啊 跟以前又不一样了 以前我们是说 电场我有几种方法啊 点电荷的电场啊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高斯定律求电场 由电位差来求电场 是以前的电场 是以前的方法 那个时候的电场是什么电场啊 静电场 现在这个电场啊 不是静电场 它不是由电荷堆积而产生的电场 那怎么会产生电场呢 那怎么会产生电场呢 现在我们学的是磁场改变会产生电场 这个说过这个呢 法拉第定律 我们分析以后就知道这个要用法拉第定律来做 法拉第定律 就把它写一遍 那积分式写一遍 法拉第定律 OK 好 现在要求电场 怎么做啊 告诉你要用这个 你现在怎么做啊 怎么去做啊 所以你单单被柿子没有用啊 给你这个工具你要会用啊 这个就有一点像什么 像我们在求用安培定律在求磁场一样 安培定律是说 如果一个空 一个空间 我们有一个路径的封闭路径的话 封闭路径上磁场的积分 等于μ0乘上于电流 电流就是穿过这个封闭路径所围成的这个面 的电流禁止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要有一个 因为这是一个封闭路径积分嘛 所以要有一个closed path 对不对 封闭路径 现在我们也要取一个封闭路径 那你要怎么取啊 当然要取的 对你有用的了 好 现在我们就说要这么取 我先看里头的这个 就说你这个位置啊 是在这个半径R里面 好 我假定我现在画一个封闭的路径 好 我假定我现在画一个封闭的路径 好 这个是R 小R 好 那你要说明呢 我取 我取 半 敬为R 至 同心 圆形 路径 这个封闭路径 就是这个 那这个一就是指这个路径上的电场 你站在这个地方 看这个磁场的分布 通通一模一样 因此磁场改变 在这个路径上产生的电场 应该大小都一样 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电场呢 是等于constant 电场是一个constant 然后方向呢 这是法拉第定律哦 它方向自然包裹在里面 自然就包裹在里面 不过现在我们为了要画它的方向啊 还没有求出来嘛 我还不晓得它是positive negative 那我们就先用 先用 lens law 帮我们画一下 最后我们发现我们所得的跟画的是一样 好 lens law 它是说 当你这个磁场越来越小的话 它会在这个方向补足你的磁场 要这个方向补足磁场 它电流就要这个方向 所以en就是这个方向 en就是这个方向 OK 好 我们先用lens law来来决定一下 好 那么它的dns呢 dns就是路径的切线方向啊 跟en同方向嘛 好 那么 我们说1 好 这个 就是等于1的 tangential component 切线分量 它只有一个切线分量 或者我们在这里写好了 1 仅仅只有tangential component 然后我们知道dns跟e平行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左边求出来 好 左边 这个式子 e.ds 因为这个平行这个 所以它就变成纯量 它是常数 可以拿出来 好 这个积分呢 就等于1 乘2 π r 左边很好积分 你这样取路径以后 取这种封闭路径 左边积分很容易 好 我们再看右边 右边 就是 就是 这个 partia b over partia t 乘 da 那我们现在磁场是这个方向了 我们这里头随便取一个da 我们把它的方向 也是朝里头好了 朝里头好了 那它跟磁场同方向 磁场同方向的话呢 它就等于负的 partia b over partia t 乘da 你这一下 我们取 da 平行于b场 得这个结果 好 然后 partia b over partia b over partia t 它是常数 可以提出来 然后这个里头就是da 好 da的积分呢 就是pi r square pi r square 好 我们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好 我们就把那两个等式相等 好 我们就可以写b 乘 2 pi r 要等于负的 partia b over partia t 乘上 pi r square 于是我们就得b场 不是b 电场 写错了 那边有没有写错 这个b场 没错 这边是电场 没错 好 于是电场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负的 pi跟pi约掉了 r约掉一个 二分之r partia b over partia t 好 这个是在哪里呢 r 小于 等于大r的时候 它的方向啊 包括在这里 包括在这里 negative sense 不是negative 这里有个negative partia b over partial t 本身是负值 对不对 负负得证就是positive sense 你看 磁场这样子 positive sense就是这样子 好 这个en就是e哦 en就是e哦 总 它没有进电场啊 好 那我们现在看 好 r 大于大r的区域 这个时候啊 你要在这个外面 画一个 封闭路径 画一个封闭路径 我赶快画一个 我赶快画一个好了 那你在他的外面 那你在他的外头 画一个同心的圆形 路径 路径 我们还是先用 嗯 安培定律 来把 这个 这个 这是r ok 好 我们说en是这个方向 e这个方向 那ds我们也取这个方向 好 一些都跟右边 左边都跟右边一样 这个都跟上一次的一样 我们说同理可得 同理就是包括一些判断 可得 1.ds 要等于1乘2排2 这边一样 另外一边就不一样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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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parsure b over partial b 乘d a呢 这边都一样 一直到这里 等于 负 parsure b over partial d 乘上d a 这里头要有磁通 磁通的话 我们知道 这个面积虽然这么大 但是磁通只在这里才有啊 啊 这个区域没有啊 所以它是 整个沉起来 就磁通 了不起是这么大 好 好 左边等于 右边 那我们就得 1 乘上 2 πr 要等于负 πr平方 parsure b over partial t 那么我们就得 1 乘 是等于负的 2 r分子 capital r square parsure b 我没有表现 parsure b over partial t 好 这个是r 大于等于大r 当大r跟小r 大r等于小r的时候 这两个式子 是一样的 都相等 有的同学是把这个当作一种公式来看待哈 但是这个千万不要把它当公式哈 因为我们这里的磁场是均匀分布 有时候磁场不是均匀的 但是它是圆柱对称 它不是均匀 它当中可能比较强 往旁边比较弱 等等我们会举一个例子哈 好 这就是电场 好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电力线画出来 电力线 这个是a 画出它的电力线来 这个是磁场 分布的空间 磁场 我们看 它电场呢 在小于大r的时候 是跟r成正比 越离开中心呢 它的磁场越大 所以 而且它的磁力线是什么 是封闭的 电力线是封闭的 这个时候的电力线呢 是这样子的 好 这是第一圈 假定 这个方向 好 第二圈 好 第三圈 我这画的不好哈 它是越来的 这个地方越 这个地方越 空间越小 哈 越来越小 OK 好 再来 就是 这样子 电力线 电力线 在外面呢 在外面呢 它是跟r的 一 这个是常数啊 各r的一 字方 呈反比 与中心 圆心 距离越远的地方 磁场越小 所以呢 它是 我就不画整圈了哈 它这个 间隔 要越来越大 都是封闭的 啊 都是封闭的 你们回去可以画封闭的 OK 好 那这个是电力线 现在你看看我们 回想以前讲的 静电厂的电力线 它是从正电荷发出来 而止于负电荷 它不是封闭的 但是这种非静电厂啊 由磁场改变而产生的电厂啊 它是封闭的 它是一个closed OK 是个封闭的 这很重要哈 你要知道 这个跟那个电 以后我们会讲到 电厂改变会产生磁场 电厂改变 也会产生这个磁场 那么那个磁场啊 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封闭 这磁场是封闭的 就好像电流产生的一样哈 是一种封闭的 这是电力线哈 第二个问题 part B 我们这里有一个线圈 这里头有一个线圈 十个centimeter 是导体线圈 导体线圈 导体线圈 好 我们求这个 我们求 导体线圈 上至EMF 这个线圈圈 这个线圈 around 是EMF 那要怎么做 这个EMF要怎么做 我们知道 法拉第定律 两边都是电动式 两边都是电动式 你可以用这个做吗 EMF E.DS 这是电动式 那么E算出来了 它是小于大二的地方 所以电动式是这个 电厂是这个 所以它就等于 这个我们知道 它就是这个东西 E.DS 它就等于负的 这个是什么 负的 二分之二 Parsure B over partial T 这个提出来 DS乘上2πR 这个等于什么 负负得正 二跟二约掉 就等于 Parsure B over partial T 乘上πR平方 不是 这不是负 这是正 这没有理由是变成负 搞错了 这是负的 这是负的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左边这个积分 就是这个积分 它就是这个积分 它就等于负的 Parsure B over partial T 就是这个 所以两边都是 两边都是 那我们就用这个结果好了 这个是什么 负0.5个Tesla 乘上π 10公分 10公分 10公分就是0.1公尺 0.1公尺 的平方 那这个就等于负负得正 只有0.01 0.005 Positive sense EMF positive sense EMF 好 那么我们看 第三个 Part 3 Part C 为 二欧姆 电阻是二欧姆 我写个R 对二欧姆 卡球 线圈上面的电流 线圈的电流等于多少 那这时候我们用串联 电路的circuit equation I 等于 EMF 它就是等于 0.5 乘 不是0.5 这是多少 忘掉了 0.005 我们可以写 我们可以写五乘十的 负三次方 五乘十的 负三次方 被两个欧姆 来除 我是配一个欧姆 两个欧姆 看看 我原先是设一个还是两个 这是五乘十的负三次方 没关系 我们就用 就用 二欧姆 好了 所以它是等于 二点五 乘十的负三次方 个安培 电流等于这么多安培 电流 这个都没有问题 有趣的是 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在这个 直径的两端 这个直径的两端 认取一点 这个没有线 这是一个虚线 A点跟B点 直径两端 一端叫做A点 一端叫B点 我们要求 A点跟B点的电位差 啊 啊 图居是这样的 现在怎么做 我们一开始可能都会这么做 用欧姆定律 你先不要写这是错的 我们说VAB 等于I 层上A跟B之间的电阻 那么RAB就是二分之R 二欧姆 所以它就是等于 等于2.5 乘时的负三次分安培 这样对不对啊 这是告诉你说 A点比B点 不是伏特 要高这么多伏特 但是如果我叫你求VBA 你远这段路径呢 VBA呢 也是这个字啊 也是这个字啊 那就很奇怪啊 你远这个路径 它比它高那么多 远这个路径 它又比它高那么多 那么它转来转去不就是升到天上去了 越来越大了 一定有问题对不对 同样是A点 同样是B点 怎么这个方向算 它就是 电位 A比B大 这么算上去又是B比A大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问题是 你不可以用欧姆定律 为什么不能用欧姆定律 怎么知道 为什么不能用欧姆定律 因为欧姆定律只用在纯电阻 Pure resistor 这只是电阻器而已 但是这个 从这里到这里 是不是纯 纯粹只有电阻啊 A大B是不是纯粹只有电阻啊 不是 它里面有电动室啊 里面有电动室 对不对 每一个地方都有电动室啊 总电动室是那么大 所以它不是 它不是一个纯电阻啊 所以不能用欧姆定律 你知道欧姆定律的限制啊 你学一个东西 一定要学它的限制 OK 就说它适用范围 欧姆定律只适用在 纯导 纯的电阻 好 这一段东西啊 我们应该把它画成这样子 我画大一点 A点在这里 B点在这里 这是电动室 A端到B端的电动室 这是A端到B端的电动室 这个当中有电阻 这个电阻是RAB 好 这个电流是I OK 好 我们把这个polarity给画出来 电流经过这个电阻 这里是正 这里是负 我们现在要求VAB啊 我告诉你 要怎么求过啦 VA 好 走过来 遇到电动室是上升的 然后遇到电阻器是下降的 然后就到了VB 就到VB 好 那么VAB呢 等于VA-VB 它是等于IRAB-EMFAB 好 我们知道 2 RAB是等于2分之R 这个是等于2分之1MF 所以我们可以把2分之1拿出来 里头就变成IR GNY IR 等于Y IR就是Y 好 好 这就是零 这两点没有电位差 这就对了 你A到B没有电位差 B到A也没有电位差 那才行啊 你怎么一个比一个更高呢 对不对 好 为什么等于零 有电流在里面流 从A流到B 为什么A的电位 跟B的电位还是零啊 电位差是产生在什么 什么是电位差 有静电厂的时候 有静电位的时候 才有电位差 就是说 我这里堆积正电荷 这里堆积负电荷 才会有V 才会有电位差 现在电荷有没有堆积在里头啊 没有堆积 它是电荷被电动势推的团团转 推的团团转 它不是从 不是电荷 不是正电荷 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 不是这样的 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外力 把它推的团团转 就好像我们一部汽车啊 你如果摆在斜坡上面 你不刹车的话 我们的地球重力场会把汽车呢 拉下来 你说 汽车一定要在斜坡上才会往下 是吗 它在平路上 汽车不会动吗 平路上汽车也会动啊 它为什么会动啊 因为它有内部有东西在做工啊 这个是有电动势在做工 所以它会跑啊 推的团团转 推的团团转 OK 所以它不是靠电位差在产生电流 那么它没有电荷的堆积 所以它没有电位差 好 现在我们最后做一个 如果我把这个线圈呢 这是第几啊 这是线圈 如果我把用一把刀子 把这个线圈这个地方啊 砍断 砍断一点点 只要断一点点 我这里是画的 这样你才看得到啊 砍断了 变成段路 段路的话 这边是C 这边是D 这个gap很小很小 我们要求 空隙两端 的电位差 VCD 好 这个时候你也要注意 这个时候 这个导体也不是纯 纯粹的 电阻器 它里面有电动式 所以呢 你还是要把这个图画出来 还是要把这个图画出来 电动式 好 这边是C端 这边是D端 好 这个是整个的电动式 这个是 整段的电阻 整段的电阻 好 那现在我们知道 你这个电路是段路啊 所以I就是零 I就是零 那 我们从C点开始 VC 加EMF EMF跟电流没关 没关系 有电流才也是EMF 也是这么多 没有电流也是这么多 好 这个加一个EMF 好 这个没有 polarity 因为没有电流经过它 它就是等于 VD 所以 VC-VD VC-VC-VC-D 它是等于负的EMF 我以前不是讲过吗 一个电动式断路的时候 它的端电压等于什么呀 等于电动式的大小 对不对 端电压就是电动式的大小 你把电动式的值带进去就好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它有断电压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时候有断电压 刚刚那个时候没有 原因是刚刚那个线没有断 有电流 现在这个线断掉了 没有电流 电动是把正电荷推推推推 堆积在这里 堆积一大堆的正电荷 这里堆积一大堆的负电荷 这里有正电荷的堆积 这里有负电荷的堆积 这个地方当然有电压 当然有VAB 不管是空隙还是导体里面 它都有VAB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你回去要多多的去 思考一下 那么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讲法拉第定律 我们将要讲一个加速器 另外一个加速器 叫做Betatron 我们以前讲过一个 Sycrotron Sycrotron这个东西 它只能加速这个 质值以上的这个正离子 电子它没办法加速 因为电子很快很快 它就达到相对论的这个 它的速度达到相对论的这个 范围里面 一达到那个里面 那震荡器跟回旋的频率就不一样 就不能加速 但是这个 我们下面要讲一个 加速器叫Betatron 它可以加速电子 而且加速的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能量 它可以加速到5000个GEV 5000个GEV OK OK